多伦多是一座充满朝气的城市 世界经济的巨轮在这里运转不息 这座水泥森林以无比的力量和决心 推动着商业世界的发展 这里每天都在诞生百万富翁和破产者 这片土地可谓是危险丛林 经过严酷的竞争 我们已经挑选出六位商业新秀 他们经过层层面世最终脱颖而出 他们到底谁会成为女世界的明日之星 谁又只能鲨鱼而归 让我们屈膝以待 本次女世界创业工厂特邀创始人之一的于华 担任最终评委 她将在比赛中帮助选手成为商业精英 征战山海 我是于华 北美著名战略咨询公司Level 5的合伙人之一 也是北美最具影响力的 华语女性领导力平台 女世界的创始人之一 15年的北美咨询经验 让我深谙商业之道 善于为企业建立经营模式 辅助企业冲出重围 多年的实战经验 让我与女世界的结合如虎添蜜 我渴望用我的知识 传授给更多的创业女性 你会是下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吗 在今天的比赛中 女世界会给大家布置一个充满挑战的商业任务 根据任务的完成度 只有一组会最终胜出 并且获得奖励 他们已经被分为虎妈队和美少女队 短时间内组队 他们能否默契地应对挑战 究竟哪一队能够取得胜利 那么我下面开始布置今天的任务 本次两队即将挑战的商业项目是 在五小时内为女世界的合作方 多伦多地产中介公司新趋势地产 制作媒体营销方案 包括制作一幅地产公司的创业海报 一句话宣传文案 以及相应的推广渠道 为了帮助两队高质量的完成任务 女世界特别为两队预留了30分钟的导师咨询时间 现场出现的神秘嘉宾 有究竟是搅局者还是救世主 Frenk 大家好 我是Frenk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挑战 来证明自己是名不其实的青年才俊 祝各位好丽 你们只有五个小时完全任务 现在计时开始 快走 快走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联系一下客户 不联系一下客户 不知道客户的距离要求 我们怎么问倒是问题呢 我们可以问吗 我不记得我们可以问 不太好嘛 就是我们可以给他们打吗 你现在都不知道心趣是需要什么 你怎么去做这些东西 对 但是我们参加这个项目 不是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想吗 对啊 我们自己的能力 在知道客户的需求的基础上去想出来 对 我觉得可以做一些研究 但是我并不觉得应该打这个电话 我觉得我们要是就是得到这些额外信念 我们都应该会再说 我觉得我们就直接打吧 我们就直接打吧 作为组长这个决定我就这么决定了 OK OK 那我们先打电话 可以啊 那我就打了 然后我公放 大家到时候记一下 哈喽 您好 请问是新区市地产的老板吗 是的 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您 叫我张就好了 张先生您好 我是这一次参加 女世界新区市地产项目竞争队 竞争队的第一组我们是美少女队 我们想就是对您这次的这个新军事地产的这个市场投放的这个项目 希望能更多的得取一些这一方面您客户的需求 不知道这个您现在方便吗 能不能跟我们稍微就是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的 不过现在我在一个会议里面 所以我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哦好 那麻烦问一下 您这个这个target market是什么呢 是新移民吗 还是 我们我们买我们房子的人其实有很多种 有新移民也有当地的人 所以说其实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帮助 能够告诉我我们的target market该是谁 然后那麻烦问一下您这次的budget是多少呢 作为一个企业主我相信跟其他的企业主一样 其实我的需求是希望以更少的钱获得更多的价值 所以说其实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告诉我 你们这次的做的这个marketing的campaign 大概需要花我多少钱 那您的time scope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次广告投放您的time scope是 三到六个月之内 我希望能够在销售上有一定的提升 还有一个是长期 我希望我的品牌在知名度上也要有一定的提升 您现在的销售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是公司的机密 我现在不放在头 不好意思我还有 我马上就要回到会议里面去了 你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麻烦问一下 您这个海报的要求是什么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主 希望海报能够抓住我们品牌的核心 突出我们的优势跟独特之处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联系我们 谢谢您的时间 然后我们也会给您一个马力的 好谢谢 长先生再见 好谢谢 拜拜 这个你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就能查到的 现在打字通话 我是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他因为我觉得他什么信息都没有告诉我们 所有的东西还是要我们自己来做 那难道现在这些不是确认了一些信息吗 确认了什么呢 他就很笼统啊 而且人家 这个我们已经不说了 因为这个他已经打过了 没有办法再弥补了 他说只有两分钟 你问了一堆 我们根本就可以在网上查到的东西 那刚刚这些东西你为什么不说我完全就是按照我们自己写的顺序去问的呀 而且你如果着急你也可以问啊 你不可能我再跟他说这样不行 然后你就拼命的跟我说没关系让他过让他过让他过 不是 我的点是我们再纠结这个 我觉得我们不要再纠结了好吗 对 有什么有什么意义吗 那行吧 从他说要给客户打电话这个举动 就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妥 然后在他坚持下他非得要打 OK那行你要走一个捷径 客户给我们两个分钟的时间问问题 但是没有问到点上 这一点让我觉得其实挺无奈的吧 词词的话我觉得Judy你来想吧 我来想这个没有问题 那猪猪这方面那个海报 你也有一些经验做这个 我觉得你来做吧 对 那这个创业研究是谁做啊 我可以做海报没有问题 创业研究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 吃这么大的一头 当然要一起来做 那行啊 那你呢 那我再去查一下这个整个 呃 是这个花销呗 我查一下这个花销 行吧 然后我们现在赶快趁这个时间 去准备一下 我们这个每个人要负责的这部分 有什么问题要问Ashley 好吧 就这样吧 我们开始吧 可以啊 然后大家自己也终细一下 在经过了一次 无效的与客户间的沟通之后 美少女队的凝聚力越来越畅 进度也被严重拖后 她们能否在导师Ashley到来之前 达成一致 还是会让这次宝贵的咨询时间 白白浪费掉呢 然后你们俩有没有特别好打地 我觉得啊 你不是组长吗 那你肯定是青年才俊博学多才 要不然你先来 中年才俊博学多才嘛 你想说的是 你有什么好狭话吗 我今天开车来的路上 看到了他们兴趣市地产 在路边的那个小旗 然后呢 它这个颜色是橘黄配蓝 我感觉显不出这个公司的气势来 所以说我建议他们这个海报的颜色 应该改一改这个色系的搭配应该改一改 比如呢 比如说Royal Blue那种深蓝色 或者说像那种星巴克那种深绿色 我们不是说设计海报吗 我们连这样连人家logo都要改吗 不用改 logo不用改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来了 它这个色一改 那人家哪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啊 你想星巴克是绿的是吧 你敢改成于橘黄的 人家哪认识啊 Misho要不你来画一下吧 行啊 我记得它那个样子是 大概是房顶盖的 然后这边有个小烟囱 然后下面那个是蓝色 然后好像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logo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们要是原封不动的 给人家再弄一个 那又没有什么意义啊 就现在一眼望去 我觉得好像这家和那家 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都不知道谁是谁 那每个人都长得都差不多 一张大脸往那一提 是 然后每次开车 你就这三秒钟看这个地盘 然后每一个脸都不一样 所以是突出不了这个新趋势地产 所以它干脆就是新趋势地产 到处 大字报啊 对 就大字报 你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你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它可能不想做就插在地下的起 我觉得插的这样挺好的呀 然后就新趋势明星 那它与其插在地上 它干嘛不放到一个更大的地方 像广告牌那种地方 因为贵了 它插在地上不用钱呀 要做好的设计 还没钱 对呀 就是好的设计插在地上 这不是很新颖 你同样的插在地上 我是攻击中的战斗机啊 我再来说另外一个点 我实在是有点不太理解 大字报那是上世纪 要上好看的大字报 你如果说这个新趋势 它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 到现在那是OK的 停 时间在彎上 说重点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我们公司那一套PSR 到处都是PSR 就一个字PSR 什么都不写 所以人家每次看 因为它是重新的模式 它就是每次路过 它就看PSRPSR 然后最后底下写个slogan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要我们干嘛呢 我们这有两个高级打印机 高级的大字报 你有想法吗 你写出来 你画出来 对 我觉得这东西在我脑子里想的 真是瞅得不可想想 没了 没了 那我要说我的吧 你去去 这比如说这有一条界线 我的想法就是说 有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是会有这样的界线 我当时想到的可能是 比如说网球场啊什么的 那网球场的话 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界线 和这些边界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改 改成什么呢 改成那种室内的图 室内的平面图 朱虹你听懂了吧 然后 然后说完 你招啥急啊 旁边然后就是可能会放上 那些家人的那些就是 就是比如说伞啊 或者休息椅啊 那样的地方 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是它人生的 第一个阶段 然后它move到的这边 是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那么它不同的阶段 它对这个房子的需求 和要求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刚刚想了几句话 我想了有几个几个option 第一个option就是 然后我们把这三句话 放到三个不同的海报里面 让它形成一个系列 米兽这个东西 如果是插在地上 绝对不行 是真的不行 我这个东西不能插在地上 我这个东西只能放在一个高处 而且要一个空间很大的地方 那他们又没钱呢 应该不是设计师考虑的问题吧 我觉得设计师的任务就是 用最少的钱给客户最满意的答案 然后我觉得客户已经习惯了这种 插在地上的投放方式 我们就应该按照他这个 插在地上的投放方式 增强他的这个运气道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 听听客户的意见 你俩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 你这客户打电话你说啥呢 就说你想用大字报 他有创意 因为我们就是30分钟 得把这个事干完 对呀 所以说这个最简单 现在杜鹤老师来的话 你们有问题要问他吗 你们问他什么 好 大家好 你好 你都讨论的怎么样 还行 刚刚分了一下 不是很理想 不过我们 因为之前我没有讨论 就是猪猪说 他想了一个就是slogan 是万家灯火 总有一盏为你点亮 我觉得是这个搜索 也太长了 然后我想的是 新趋势新生活 他就觉得太简单了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行 因为新趋势新生活 没有人知道 这个是一个地产公司 新彩笔新生活 你可以套用在 anything 万家灯火 总有一盏为你点亮 这个连新趋势都没有提到 我觉得这个 可能大家记不住这个公司 说实话 我觉得你们的问题 有点太幼稚了 让我认为这个 大家想要成为商业 对吗 你似乎在找什么解释 但是商业 是人们 从什么都没有做 你必须拿到资源 和制作一个方式 我的联系 我应该帮助你 在政策问题 你应该用这30分钟 去找如何 你认为你的商业 基于你的材料 这是一个比资 你必须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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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你们可以做的 大家 对 我尽力尽 我尽力尽 好 加油 加油 谢谢 对 面对阿世丽的不满 已经貌合神力的美少女队 能否重新凝聚起来 共度难关 然而在阿世丽给出意见后 美少女队执行过程中 却再起波澜 我们在纠结 你没有在纠结吗 我让你去打了呀 当时那不是证明 你也认为这是一个正确 不是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再纠缠一下 你认为这不是这个事情 你就坚持你的立场 你就自己开始想 什么策略才是对的呀 你不是说要听组长的吗 对 但是你没有背景我 那你当时选组长的时候 你是选的他呀 组长是做什么 组长是make decision的 对不对 那他什么都没有做 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现在摆在眼前的 就是我们的slogan 和我们的海报 那你也没有插话呀 现在反过来 在point finger at me 你是什么意思 我问了呀 我问了阿世丽给我们的回答 就是你要自己想 我们本来不是 那不就一样吗 那不就一样吗 那自己想的话就不应该 对呀 我们当时一起想的呀 然后你自己没有插话进来 你现在怪我吗 我受不了 我要出一套戏 大家成年人了 我们选了一个好组长 不是 我觉得太可笑了 哪有这样钻门走的呀 什么都不做 他现在甩手了 他现在掉挑子了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不负责任的组长 就是他完全是一个甩手掌柜 就是他完全什么都没有做嘛 大米这个队长当的 其实挺失败的 因为我们在整个讨论过程中 他几乎是没有参与 我其实有一点蛮后悔选的 他当这个队长 面对队长离队的突发状况 美少女队将何惧何从 时间已经过半 他们能否在最后时间完成作品 我来说吧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大的问题 是出在说客户现在对 现在的东西不满意 我们需要给他提到一个更高的 老师好 他们现在讨论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 我期需你的帮助 我已经掌控不了这个局势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大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订销售渠道 根据这个销售渠道 然后再来换海报 就这么几个小时 然后我们的组员 美少同学要赠三个海报 这三个它其实是一个系列 互相之间是相关的 所以你们的问题是 我们现在不能达成一致 我们哪一个层面都没有达成一致 我觉得大家团队思路要统一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做 creativity的market 我说什么来着 包括投放渠道 现在还在想在地上的 这种投放的话 就是已经是没有差异化了 Google is your best friend Google他们有钱吗 Google is your best friend 我不是说投Google 我是说Google 去查一下 查一下你们应该往哪投 家和房子的区别 如果要把这张海报 你们设计出来的东西 有一种温馨感 和一种画龙点睛的感觉的话 一定要有一些特色在里面 我觉得你们的思路 一定要进行改变 别人做的事情 我把它做得更好 这是相当难 但是别人没做的事情 你把它做 不是更好 如果他想跟别人一样的话 那有什么好做的 对啊 所以说就是叫他们去极简 叫他们去简单化 所以我就说你们团队非常幼稚 到现在还一直在吵 应该怎么做 你们也想清楚 投放渠道是什么 目前地产公司 我已经看到 有些地产公司已经在做了 但是他们做得并不好 所以我们应该在线上 有些投放渠道进行攻击 打一些不同的市场 数字化海报是吗 如果把数字化海报线上线下进行结合 也是一种很酷的方案 哪怕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地产经济数的牌子 打个光啊 投个影啊 这种玩法的话也是比较新银的 我就说这么多了 同学们 祝你们好运 就怎么了 对呀 什么没说的 它这个东西应该是多功能的 如果这个海报可以投在不同的渠道 那么客户也愿意花这个钱 等于它的钱花得很值 对 我也同意 我觉得我的想法非常的好 线上线下都能用 我有了一个好的想法 就是他刚刚说线上线下结合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东西 把它既可以投放到线上的渠道 也可以用在线下的渠道 这得设计多少份海报啊 我觉得它的意思是 是一个创意做成一个系列 对 就是让这个创意有连贯性 然后并且它还可以产生出不同的周边 比如像你这大字报你咋产生周边啊 大字报我们已经否了吧 你同意吗 把你的大字报否了 我不同意把我的大字报否了 但是我同意 Michelle的那个做一个系列 但是要剪接 设计要剪接 不一定就一定要剪接 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只能设计一张海报 现在Michelle的这个创意是可以的吗 你同意吗 你同意她的创意 你同意她的创意吗 我同意她不同系列的海报 但是就是差不多的设计 不能像她这个一会儿整一个这个 一会儿整一个这个 一会儿整一个这个 你没请明白 我整什么了 它是一个系列 它是一个系列 但是这个设计太复杂了 我不同意 因为按你的思路走 咱们今天根本做不完 没有海报可以乘出去 那你们说怎么办 我们用你的创意 但是把它做的简单一点 做的简单一点 就是不要做的太多的周边 周边是以后可以延续的 那你是组长你来说 怎么能够把它做的既有创意 又特别的简洁 这个是你的专长呀 是我的专长呀 但它是组长呀 那我不得听组长的吗 组长让我干嘛 我干嘛呀是不是 我觉得你现在有点情绪化 你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我们分头行动 OK 那像你去外面选纸 然后看看有什么具体的 这个纸啊 大小啊 偏框 这是你的专业 对吧 你的海报 你把它实现了 对 你到外面去 去具体落实 然后这会儿也想想 你的创意 然后我跟君宏 想其他两个方面 就是销售渠道 以及他的slogan 等于是我们现在一个组各干各的是吧 对 不是各干各的 我们共同在做一件事 只不过是我们同时在做不同的事情 我觉得你们两个是在排挤我吧 没有人排挤你 因为你是专业的这件事情 你换个思路 那就等于是我负责我的那一个部分 你们两个是负责剩下的部分 那你们两个不是把我给隔阂开市 不是 你现在出去去选址 然后去选 这只有什么可选的 破只有什么可选的 我们是个团队 我们是要赢的 我们是要赢 但是我也不能拿出一个有瑕疵的东西 根本就没有诚意 没有态度的东西 这东西是在侮辱我的专业 和侮辱我的职业好吗 行 美少 现在我以组长的身份 命令你出去消害报 我走还不行吗 你情绪太大了 爱怎样怎样 君宏和安波不约而同的决定 将拖满速度的米笑支走 然后我觉得咱们两个还是 就是做主 你觉得呢 可以 好 米笑走后 虎妈队能否尽快在海报创意上达成一致 他们究竟会坚持用大字报风格 还是接纳米笑的前卫创意 对 我们没有时间做这么多 我说要不然我们就做两张 就是让他看上去 还是一个完整的系列 不然他回来又闹 对啊 然后等那个咱们到时候展示给客户的时候 说通过这个两张还可以做延伸 是 到时候展示给客户的时候再说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他们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 他们是团队来作战 然后他们呢 打出的口号就是 他们可以24x7来服务你 就是说 那你比如说你画一份 就是买房子这个Commission你可以顾到他们的整个团队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亮点 然后还有呢 我在网上做了一些research 我觉得他们现在 因为他们是从温哥华过来的嘛 我觉得他们现在主打的市场 还是New Immigration的 他要给人家很踏实很温暖的感觉 就不要往那个很fashion的上面去靠了 温馨吗 对很温馨 如果你要用新趋势新生活 我真的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笼统了 你没有一个具体的 那那你刚才说的那个万家灯火 可能是我最想为你点亮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长了 对你可以把这个稍微 看办起来是吗 万家灯火 万家灯火点亮你的新生活 要不然这样好吧 可以 那就写吧 那我们的这个slogan就是这样子吧 我想做一个深蓝色的 然后有很多就是一桩一桩的房子 你知道就显示多伦多很繁华 最好是有一个地标 有一个center 队长离队后 反而激发了美少女队的潜力 在他们默契的配合下 能否将进度追上 实现绝地反杀呢 路斯谁手还未可知 对我觉得这个point很好 OK可以 我们可以把这个记住 然后一会的话 跟我们这个老师来沟通一下 你需要做真实的照片 还是漫画的那种风格呢 就是我们还想跟别人不太一样吗 可以做漫画的 但是就是比较卡通的 可以梵高峰吗 那种可以发色 梵高峰 对 我之前也没有想到 那个是画画出来的 对 你可不可以调一个渐变的分色 就是这边特别深 可以可以 然后下面 我知道你想要弄一个夜晚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灯光就比较亮一点 然后照亮整个夜空对吧 可以 就是那个灯光要灯火通明的感觉 就是有那种万家灯火的感觉 Centaur都有画的很丑 那个是地标 对 就加一个类似地标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Centaur会很好 我们的slogan大概是想放在 放在这个位置 对对对 我们要一家四口 或者是一家三口 对 然后那个有一个小孩要指着一个楼 为什么要有月亮 对这个也是我的困难 我说这个加上这个月亮 好像是卖月饼的宣传 对啊 是中修佳节吗 我觉得 那晚上嘛 晚上有月亮 晚上我觉得楼里的灯光 完全可以代替月亮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加一个二维码什么的 海报的话 如果别人看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 我觉得这个 少了是什么 他们的公众号有吗 对对 他们有公众号 他们有啊 我觉得这个楼应该放到 这个位置里边一点 嗯 哇 这真不愧是少女所出来的海报 我们就是想表现一下温馨嘛 我们还有兴趣式的那个slogan 如果你要是一个家的感觉 为什么你要拿高楼大厦呢 因为 为什么一定要拿Centaur呢 它是多多的地标啊 你觉得Centaur对我们品牌有什么帮助吗 我觉得有啊 我们的针对的客户就是心灵灵 你现在这张图片上 多伦多的市中心全都是公寓楼 而你要注意到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销售群主要买的是独立屋 我们觉得未来楼花是一个主打的市场 对啊 我觉得我们主讨论的还挺好的 你们组的主导是谁啊 为什么你没有发言 让他们哪一直帮你发言呢 因为他们已经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因为他不在 对啊 他全程都没有参与啊 是吗 对啊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在市场上会不会make sense 但是我能看出一点就是这不是一个团队做出的结果 我们新区是非常非常引以为傲的 12项增值服务 18项免费区道 现在在哪里呢 那你为什么说我们少女呢 我觉得那每个人心里面有一份梦 不行吗 我们想的就是 让房子不再是一个 冰冰冷冷的一砖一瓦 它是一个家 我来这里不是听你们去解释 给我解释的 我的目标是让这个海报 投放到市场上 你去跟消费者解释 OK 祝你们好运 我的天啊 我觉得这个Frank把我们这个完全全否了 可怎么办啊 时间都不够了呀 女士 你前程都没有参与 然后你去喝咖啡了 然后我们 就是我们讨论出来的结果 我们觉得这个很完美 那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你没有自己做学历的这个能力啊 不能说他 但是他自己Frank一个人的观点 Frank代表的是客户的观点呢 那其实他自己的观点 对啊 这东西很主观的 他是跟客户有没有看到 客户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东西 我不想再讨论这个了 你们两个现在真的是还不太冷静 我觉得时间比较紧急 我还是去做这个市场的宣传的策划吧 反正我是跟你们会干的 对啊 我觉得这个很好 在神秘导师Frank的打击下 美少女队是会坚持己见 还是迅速调整 他们现在这幅 令Frank和队长都不满意的作品 又究竟是怎样的呢 仅靠两人的努力 他们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 你这个不要细节 你听懂我说的意思了吗 不要细节 我只要看到它的结构 我知道这上面这个 就是一房一厅 下面的是两房一厅 我不需要看到床和沙发 OK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个slogan 弄到上面 对的 然后这样子 你有想法吗 我觉得刚才咱们俩讨论挺好的 就是从人情味入手 最有情怀的地产 我觉得情怀有点大 最有人情味的地产 土 最有温度的地产 先凑合着吧 我觉得就放最中间 放中间 要不就最底下 小字最底下 最底下可以 中间还是一个完整的高图 把它放在底下 那它这个logo放哪儿啊 这个New Stream New Stream logo 我放在它那句 我们是最有温度的一场隔壁 不要加点什么树什么的 不要 为什么 它只是给你一个架构 你的细节是要你自己填上去 这才是它这个创意最有心意的地方 因为它这个等于是一个延伸的系列的故事 你可以有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背景 别人就是 给它一个系列 对对对 因为别人 你一般的创意给它的就是一张 但是我们给它一个系列 可以的 它可以用很久 那这个颜色呢 就是你看了会觉得温馨 那就是粉色 no 幼稚 要不 新建 Michelle不说不高级吗 绿也有高级的绿好吗 来 你给选个高级的绿 来个高级绿 最后冲刺阶段 虎妈堆的两人决定 还是沿用早已被他们支走的Michelle的创意 这究竟会让Michelle冷静下来配合 还是 重燃战火 神秘导师Frank 是否会认可他们的海报 成本低的 但是在这里没有人做的 对吧 是不是 而且技术本来就是国内支撑的 嗯 对 所以说他们在这边 他们在国内玩的那些东西应该也是 这边 对 而且我觉得这边市场也可以接受 就是他们还很少有地产公司做的这么新颖 没错 安本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我们得再谈一谈渠道 就是渠道还没有确定下来吗 可以 线上线下渠道都要讨论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Frank老师 大家现在做得怎么样 我们刚刚进行到海报的初期策划 好的 我来看一下 这应该是我见过本市区最绿的房地产海报了 绿色的底部 白色的框 又有圆的又有方的 还是本市区最有温度的地产 这组里边我最相信你的专业度 因为你在多伦多有十年的房地产经历 我想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边 你在多伦多 全加拿大 那是全北美 有没有看过这种海报 当然没有看过啊 所以才创新啊 你愿意把这个海报 现在打印出来给你的客户去看吗 这个就像女人化妆一样 光化了半条眉毛 你敢出街吗 你现在这个 就是拿我拿新居室地产的钱来冒险 我只能说你太没有远见了 我们的大师进来了 你让我给你拿着纸 我给你拿来了 没事啊 我听说你是大师 你能跟我解释一下 你设计这幅画的理由吗 可是我想有个问题 这小伙谁啊 他是咱们的 你们是拿他把我给剃了吗 还画得这么丑 这什么玩意啊 这是你的理念 OK 这是谁讲的词啊 这么 你想一个 这么鸡肋 我不是给你们写好了吗 不是给你们写了吗 三句还不够吗 三句挑一句傻子都会做呀 你每句能朗朗上口 那他也不能只摊给中国的人吧 那是不是要摊给所有的人啊 所有人都不要说话了 首先第一 我不管你们谁对谁错 所有的过程怎么样 我对你们在过去三四个小时里边 完成任务只搭了两刀纸 感到非常的不满意 第二 Amber 你作为项目经理 在所有的过去的几个小时里 没有显示出该有的领导能力 两个主员非常的强势 有非常不同的意见 你只是在打太极 导致最后你们的结果 是这样子 让我非常非常的失望 我希望你们三个人 能够抓紧最后一个小时 交付给我一个结果 谢谢 究竟是怎样的海报 让Frank和Michelle都如此恼火 大家为各自的特长 现在我们三个要站到一条线上 然后不要互相攻击 然后我们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把这个项目完成 你觉得怎么样 胡妈队能否利用最后的时间 搁置矛盾完成任务 来我来看看这个 首先我们先定一下这个slogan吧 更有温度的地产 你觉得这个是不太符合 首先我感觉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一个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背景是纯色的背景 通常来说我们不会去用纯色的背景 去做一个这种东西 那所以说你的建议是 应该用什么样的颜色呢 风雨过后 胡妈队最终达成和解 重新坐在了一起 但是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而他们的海报 却需要推翻重建 他们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吗 还是只能在本轮比赛中 交出白券 最后的冲刺阶段 美少女队已经完成海报 并且开始安排展示环节 而胡妈队却还面临着玩不成作品的窘境 究竟美少女队会不战而胜 还是被胡妈队的超级设计师Michelle 绝地反击呢 我这有个电话 Sherry给我们打 那可能是我们的 时间应该到了 Hello Sherry 嗨 Sherry姐 希望你们已经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了你们的作品 并且已经想好 怎样展示你们的作品 我把余华办公室的地址 发到了你们的手机上 第一组先到的 将会第一个展示你们的作品 祝你们好运 注意安全 谢谢 第一个先到第一个展示 那我们赶紧现在就去吧 对啊 抢战一下相机 胡妈传奇所向替离 Let's go 我觉得我对我们组的Michelle 其实还是满意的 因为毕竟她的创意是真的很好 而且我们最后才拿了 我们组的组员虽然性格都比较的强势 我觉得作为这个组长 我是希望激发他们这种自发的精神 比如说像Michelle 她就特别有这个创造型 特别这个artistic 所以我觉得她特别好的发挥了她的这个专长 然后把这个海报搞定了 因为她就是坚持她的 她的这个理念 她没有办法妥协 她就是一个对美有要求 很完美的一个人 所以她生气 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 我对我们队长安博表现不是很满意 她是地产出身的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她的这种专业优势并没有表现出来 那我觉得你既然没有把你的优势表现出来的话 你又无法在这个设计的专业领域去给到一个很好的建树 那你就应该去听从这种专业 也就是我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角度给出来的一个建议 但是他们却把我进行了一个这种隔阂 所以这是我认为不是很好的一个 就是我们不是在做一个teamwork 然后君宏她是很适合这个辅助 就我们两个适合是辅助把这个这个idea给做完 所以我们两个最后就是讨论这个渠道也好 还有这个沟通过程是非常顺畅的 对Ember呢 你说我觉得她确实像Frank老师说的 她在就是前半场的时候 没有做好一个leadership 而且我觉得她确实有一些坚持几件 没有有一个open mind 接受一些新的新的观念 所以我对这个结果是很满意的 觉得周朱没有什么主见 就是一过说这个 一过说那个 和话话话都让她说了 就是觉得她摇摆不定的一个人 然后朱迪呢 就感觉她很喜欢把不相关的经验 往自己身上套 然后说成另外一套东西 就是把感觉像把A说成B的样子 然后说的感觉自己好厉害 然后一让她去实际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然后又没什么其他的想法了 所以感觉挺一般的 其实我今天对我们组的表现 不是特别关心 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截止时钟已经敲响 两队同时出发 究竟哪一组会抢得先机 获得率先展示的优势呢 美少女队的作品 既然没有得到Frank的认可 是否会让约华刮目相看 胡妈队又是否已经在最后一刻 完成了他们的作品 下集更精彩 下集更精彩